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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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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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Mercedes-Benz在现在拥挤的豪华SUV市场中 还算是有很高水平的 2021年的GLS450 具有比以往更多的空间和豪华感 它的外观设计时尚优雅充满自信 融合了所有最新的Mercedes-Benz的设计灵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第二排第三排的车内空间 那我们上来一下感受它第二排的空间 老板车的感觉它的座椅都是可以调的 其实我已经调到很前面了这个座位 但是它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因为车高 所以它的座椅坐起来感觉也比较高 可以把整个腿放置 不会有做小板凳的感觉 就特别舒服 最重要的就是它有自动这样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 就是看风景 然后再关起来了 可以睡觉 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在这里 让你不会觉得太晒了 它的靠枕这里面可以自动调节高低 我再把它可以调高一点 嗯 都是自动的 对 全部都是自动的 它好的时候你使用感受是非常好的 如果它坏了 只要花很多铁就行 嗯 买这种很多线路的高级车的时候 就要考虑一下维修成本问题 还有你的人品 每排的座椅都可以自动的调节 现在按下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 到底有多大吧 哇 不错呀 哇 非常舒服哎 哎 我可以挺直 我好开心啊 所以我把后备箱打开的关起来 不会撞到你的头啊 哈哈哈 啊 啊 啊 你进来吧 我们两个人试一下 好 快来快来 哈哈哈 来 我感受一下 怎么样 空间感很好啊 哇 这个头 而且它这个滑硅很正 它的这个中挡就是在中间的 对 所以不会说有东西鼓起来各脚 或者是你的脚不会被别住 来 我把这个合起来感受一下 哦 嗯 根据你刚刚的腿的这个距离 然后你第三排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哇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三排我的腿还可以这样活动 我也是 是吧 你还可以拿起来吗 哈哈哈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类 神经病啊 刚刚我们说过这台车是可以选择 七座和六座的 但是呢 聪明人呢都选六座 因为它六座确实两个人坐得非常的舒服 对 然后它中间的滑轨就刚好在正中间 因为是六座 如果是七座的话滑轨就会侧偏一点 对 可能后排有一个人就会坐得没有那么舒服 对 所以六座是明智的选择 很好 舒服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庞大的后卫箱 还挺大挺宽敞的这家 后卫箱这块啊 感到是电动的 你可以就是电动把它自动放倒 那这台车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嗯 这里有一个按钮 你按的话 它车后座的底盘可以升高和降低 这样我拿中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累 尤其是在搬猫砂的时候 然后这个空间呢蛮大的 它好像说是蛮适合出外camping 然后你可以在这放个床就是前面都放倒 可以直接睡在这儿 因为它的车不够长 所以你的腿是可以完全伸直的 还不错诶 给公主躺一个 小千一米七六哦 感觉还不错 很大空间 可以躺两个人 知道大的好处了吧 然后可以自动收回来 这个很方便啊 对 你不用钻进去去扒这个座椅 但它这个靠枕是要手工的 哦好了 这就可以坐人了 后备箱怎么样打几分 呃如果10分的话后备箱我给9.5分 哇 第三代的GLS呢 它跟上一代的设计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是标志性的双幅的一个中网的设计 然后这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logo 好土豪的感觉啊 这是三芒星吗 发动机为3.0升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前车组融入了LED日接行车灯 即便在白天也有很高的辨识度 因为车身较高 所以GLS安装了上车的侧踏板 有点鸡肋哦 这台车其实有一万块钱的选配 这个选配的21英尺的轮框呢 它是要加一千块钱的 可能车太大了 所以虽然升级了轮毂 还是看起来很小 作为一台大型SUV 后车部分看上去又大又长 特别是尾灯它非常有设计感 然后也进行了熏黑的处理 然后它后面呢是采用了双边 但是单孔的排气孔 这样子看起来也非常有运动感 排气孔旁边的反光板 它可以反射后排车的车光 这样夜晚驾驶的时候 司机不会觉得刺眼 而这个设计其实还蛮贴心的 比较符合安全的这个标准 2021 GLS450内饰融入了全新的设计风格 视觉效果更加成熟豪华 用料也是同级别非常优秀的 那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奔驰的人机交互系统 OK 嘿 Mercedes Hell may I help you Take me to Starbucks 哈哈哈 Please select from the following locations 哇哦 好智能 那他们这个MVUX系统呢 是Mercedes自己研发的 嗯 12.3英寸的显示屏 科技感十足 面板都是细腻真皮覆盖的 对于这么大的车 智能驾驶套件的存在尤其重要 能提供更多额外的安全保护功能 标准安全设备 包括主动刹车辅助 盲点辅助 行车警告等等 不停 不停 我还不停 好 不停 还不停 它有这个36 它有这个36 你可以录哈 我就说吧 我就觉得这个车有点大了 有点大 就是我开的最大的一台车 是X5 还行 试影很好 好高啊这个车 正在很高 有点像做皮卡的感觉 有一点 诶其实蛮安康的感觉 我觉得太大了这个车 我们现在在那个 resident的那种小路 所以有很多stop sign 你觉不觉得他坐进来 呼呼悠悠的有点 像棉花一样 可能是因为我开的原因 我踩油门踩得很轻 他忽悠跟你踩油门没有关系 你踩得轻开还忽悠 我说明他挺忽悠的 还是有点凤凰当当的 感觉软绵绵的 是蛮软绵的 对的 分驰这家是感受的 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这个是SUV的问题 小车就没有 它这个Air Suspension 它是可以提高也可以降的 我们如果觉得晃悠的话 其实可以降低一点 等下可以试一下 我听说它是可以像越野车一样 那个蹦蹦蹦蹦这种 跳来跳去吗 是的 是的 那天我有看一个视频 就是开这个GLS450 去爬坡山上 然后就爬不上去了 爬一半 为什么 就很费劲 你可以明显看到 它爬得特别费劲 所以它还是可能 比较适合家用吧 而且你猜是谁发给我的 谁 Jack 是Mercedes Benz的 Dealer小哥 给你发了一个 Mercedes Benz 爬不了坡的视频 非常诚实 我问他你知道这个车怎么样 他说 I have no idea 然后就发了我一个视频 好高啊 是不是 我可以感觉到它好高 然后现在换成了Squash Home 所以开什么的话 你觉得坐着很宽容吗 现在倒是没有 我觉得你刚刚把底盘调低之后 它感觉好像好一些 比我开的时候能够稳一点 是不是 没有像你说的晃悠晃悠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Navigation是选装的 然后是要加钱的 这个实景穿越导航 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用的 这台车搭配的是48伏智能电机系统 它用的是Mercedes自己开发的 9速变速箱 变档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Smooth 比较平顺 2021 GLS450 骑驶价为76000美金 最大马力达367匹 最大扭矩500牛米 0-60的加速度为5.9秒 但是你看它的那个 毕竟是大车 还是有些点的 这台车是2.4吨的车 对 我觉得它 作为一台这么大的SUV 它的点头已经很好了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GLS450 它的整体感受还是不错的 对 很舒服做起来 就是还是一贯Mercedes的风格 而且是非常适合家里人口 有小孩或者有老人的这个家庭 缺点就是它毕竟就是一台 比较大的SUV嘛 然后开起来的感受 会觉得还是比较比较Family一点 不是那么的运动 但你知道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是谁啊 宝马的X7 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X7 看看X7跟这个台车对比一下 到底有没有更加运动一点 是 它这台车本身的定位 就是一台非常舒服的车 然后适合一家人出去 角度旅行呀 周末出去玩啊 都还蛮实用的 我觉得它在定位上面 是比X6好太多了 你说的对 我觉得X6可能是感觉 会更运动风一点 但是它有种不大不小 似不像的感觉 对 它的问题并不是它不好开 而是因为它的定位很模糊 而这台车它定位非常非常的清晰 然后它的Target人群的话 会非常喜欢这台车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在这个软软呼呼的 旁人大物里面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大家不要忘了 评论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哦 是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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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